孙颖莎4比3夺冠 最开心的并不是莎莎 而是看台上陈梦 中国国兵重庆冠军赛结束 陈梦并没有能够杀入决赛 半决赛2比4 被孙颖莎好谈回家 王满玉进军决赛和孙颖莎是打满7局 最终莎莎4比3险胜 决胜局11比9 可以说是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而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可以说 伴随着孙颖莎拿到冠军 最高兴的是谁呢 并不是莎莎本人 而是在看台上和王毅迪和陈兴桐 一起关注着本场比赛的陈梦 大梦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这个比赛陈梦肯定是全程关注着的 尤其是决赛孙颖莎对王满玉 他就算是考察一下自己奥运会的 未来对手莎莎也得看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陈梦真的是很庆幸孙颖莎 最终拿到了冠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王满玉真拿冠军了 那么陈梦会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甚至有可能被换掉 丢掉奥运会的 那拿资格 虽然说国平现在名单通过攻势器已经上去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 你没有有什么意外情况 比方说突然出现了伤病 或者是其他原因 国平想换人 真想换掉 你说你有伤 你就是有伤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本场比赛 如果王满玉真的是赢了 陈梦的压力会很大 之前陈梦凭什么能够取代王满玉杀蛋蛋 不就是沙特大满冠 4比2赢了孙颖莎夺冠了吗 如果这次决赛 王满玉也赢孙颖莎 你赢了莎莎 我也赢了莎莎 而今年的冠军 王满玉明显比陈梦多得多 年初的那几项比赛打的也比陈梦要更好 现在都能赢孙颖莎的情况下 焦战独肯定会倾向于选更年轻 实力更厚实的王满玉 而不是陈梦了 所以这个冠军如果王满玉拿到手 那么恐怕天平就会向他倾斜 而且王满玉要真把冠军拿下的话 到时候网友们粉丝们 肯定也是会替他打抱不平 我要是赢了孙颖莎 把冠军躲下来 然后你不让他去奥运单打 状态这么好的运动员上不了奥运 合适吗 那这种时候陈梦你就危险了 人家王满玉拿冠军 你要是最终只拿了个四枪 那大家就会质疑 凭什么你上单打 所以说现在孙颖莎赢了 那是最好的 因为莎莎赢了 只会更加加深自己世界第一的地位 而陈梦的竞争对手 从来不是孙颖莎 一直都是王满玉 孙颖莎的成绩赛号 跟他无关 只要不让王满玉取代自己 就行了